由凱山館建築花博舞蝶館營造團隊共同打造 將巧克力雛形融合建築成立的巧克力共和國 進入館內先是提供木製玩具 讓大小朋友一起動腦手作 再來隨處可見積木拼成的經典動漫人物 其中站立在可可知識區中央的是綠巨人浩克 彷彿大力士一般徒手扛起可可豆麻布袋 增加知識區的趣味感 一萬四千顆積木所構成的綠巨人浩克 然後他現在來到了巧克力共和國 那他現在舉的是可可豆的麻布袋 那顯示浩克的力大無窮 除了積木的繽紛世界在可可生產之室的同一層樓 聚集了大小朋友幾乎佔據整條狼袍 原來是正在等待DIY教室的大門開啟 大門一開首先是雙手消毒 迎向盟慾的巧克力空間 香甜味正正撲皮而來 原來是大波露巧克力正在融化當中 瞬間也融出了期待和幸福感 這什麼? 我做巧克力 好玩 笑臉的餅乾 笑臉的餅乾 還有呢? 點點的餅乾 點點的餅乾 這樣 那你是跟誰一起來? 媽媽 那你媽媽可以幫我們講進去嗎? 對啊 這個DIY小朋友覺得很好玩 非常有意思 除了經典巧克力色 另外還有粉紅色乳白色 巧克力熔岩搭配著福亞經典餅乾 圓形的是奶酥味 新型的是杏仁味 連剛交往一個月的情侶也慕名而來 奉享幸福 網路上看到這邊 因為他很喜歡吃巧克力 所以帶他來這邊 對 然後他剛剛嘗試了之後 他說看老師做非常簡單 但是他自己做 對對對 其實不簡單 對啊 就是還蠻新鮮的 So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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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共和國的企劃經理表示 這裡適合全家大小 情侶 寓教餘樂 待上一整天都不是問題 金木展期間每個進門的客人 都會發一塊小金幣 裡頭大有玄機 原來有的關卡是樂高達人 高高老師所設計的 將手裡的金幣投進機器裡 整台用積木概念做成的機械玩具 就會開始轉動 從乾燥 炒焙 粗膜 一直到降溫 最後真的會掉出一塊巧克力喔 從孩子的笑容就看得出驚喜 小朋友他在投入代幣之後 看到巧克力的生產過程 其實他們是覺得非常新奇好玩的 那原來巧克力要經過這麼多的過程 而且用樂高積木這樣很可愛的呈現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寓教於樂的方式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巧克力可以這樣子把它生產製造出來 而且他們也可以真正的去得到一個經典薄片 逛一逛共和國才能目睹 用1400顆積木完成的雷神索爾等動漫人物 一進門全館簡介也是用積木打造而成的 每一棟建築虛擬的人物毫不馬虎 全館每個地方都值得合影留念 我們特別邀請到台灣 積木達人三大巨頭 悠悠老師 高高老師 還有李思華老師 特別為我們創作了積木的展品 另外我們在戶外 有舉辦我們的積木民工的活動 以及我們在三樓 工廠的部分 可可樹的溫室裡也有積木組成的招牌公仔 樂高達人說 巧克力公和國為了讓全民能夠開心游覽 這裡大小形式的積木呈現 可是他們不眠不夜 腦力激盪的成果 正面到了戶外 親子民工也都讓孩子們玩得滿身順悍 不僅如此還開放安全系水池 從內到外用趣味教育 巧克力的甜食哲學 另外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七月中旬左右 我們會有新的微電影 卡卡瓦的大冒險第二集 還有我們觀光工廠導覽影片 也會在我們的二樓影音播放室播出 那歡迎各位大小朋友 可以利用暑假期間 來到我們巧克力共和國來玩 巧克力共和國對面就是 紅雅製造巧克力的工廠 在不久七七乳家巧克力製造 奧蜜就會公開放映囉 館內的巧克力販售櫥窗 讓人光是逛起來 就能夠回味無窮 來一趟巧克力共和國 不僅能在遊戲當中 了解巧克力的製造過程 還能夠充實而去